我们相爱吧 无心收谈网络暴力时空落泪 昨晚江苏卫视 我们相爱吧 是爱有天意当中 一直嘻哈哈的无心 在与派微博谈心时 就首次提及 自己因网络暴力而受伤 和委屈的心情 一段时间内 无心微博的评论里 充斥着黑粉的无理言语 甚至围绕着他的外形 个人生活予以攻击 有看过节目的粉丝 在网上留言 表示虽然无尾熊cp的互动 看起来玩乐有趣 但能够感到 无心在与派微博的相处当中 有距离感 昨晚播出的节目里 派微博也指出了这一点 你可能习惯 跟大家都很融洽 但是想进去那个墙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进去的 被派微博戳中软处 无心承认自己因为网络上的一些言论 而感到委屈 所以特别担心 会因为自己的热搜体制 而给派微博带来伤害 我的名字经常和一些人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些人的粉丝就会说我炒作 所以 其实我也很怕连累你的 我一直很担心这个事 派微博先自嘲 不是偶像而是邪性 在无心体底 我很怕他们有一些很极端的人 会转到这边来攻击你时 派微博霸气的表态 再有人骂你 我就回应 派微博还半开玩笑称 如果我的粉丝也这样的话 你跟我讲 我退出言议圈 我会赶紧 让我开玩笑称 说 我会 帮忙 说 我 谢谢大家